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有请中国报处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徐良先生主持开幕式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杭州 共同出席由中国报处会与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 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我很荣幸担任开幕式环节的主持人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与会的主要嘉宾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阁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慎峰阁下 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副主任康晓平阁下 浙江省副省长朱从九阁下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吴京阁下 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王和山阁下 马来西亚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阁下 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席谢全勇阁下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历临今天的论坛 表示感谢 首先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慎峰阁下致辞 大家欢迎 尊敬的梁振英副部席 尊敬的朱从九副省长 尊敬的李文才副部长 尊敬的谢全勇主席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的美丽的杭州 共同举办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贸字会 中国国际商会 对各位嘉宾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对浙江省人民政府给予论坛的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自2009年创办以来 以加强全球华人经济界相互了解与交流为宗旨 以成为全球华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本届论坛 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 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主题 聚焦共建一带一路 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展开研讨 很有现实意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广大华人身在海外 一直关心并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场 对未来抱有很高期待 七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 今后依然要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 按照既定节奏推进开放的步伐不会放慢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一个更加开放繁荣的中国 必将为包括华人在立的各国共商界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 提供更广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产品 六年多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影响力日益扩大 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华人心计丧资 积极发挥自身语言文化精通 经济实力雄厚 人埋关系广泛的优势 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 又积极参与基础设施 产能合作 沙漠物流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今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愈演愈跌 世界经济中不稳定 不确定性因素明显上升 新形势下 华人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独特力量 在认真寻找商业机会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的同时 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积极利用各种机会 主动发生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 包容 补会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女士们 先生们 中国贸组会是中外共商界交流合作的 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正在积极打造 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资促进体系 我们将加强与各有关机构合作 提供更多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 支持世界华人开展多种形式的 经贸投资合作 为建设开放合作 开放创新 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张晨峰副会长 下面请浙江省副省长朱松九阁下致辞 大家欢迎 尊敬的梁振营副主席 康晓平副主任 张晨峰副会长 王和珊副主席 李文才副部长 谢全勇主席 吴金副主席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尚务好 2019年 世界华人金金论坛在杭州隆重举办 首先我谨代表浙江市人民政府 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诚挚的祝贺 世界华人金金论坛自2009年举办以来 已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了九届 成为全球华侨华人增进了解 增进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呢 是华人金金论坛首次走进浙江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 借此机会呢 我想各位来宾简要介绍浙江的基本情况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长江三角洲的南亿 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 全省常住人口5737万 在中国的历史上 浙江一直都是手工业比较发达 贸易比较繁荣的地区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点之一 我们丝绸之路里面运输的 这个丝绸茶叶瓷器 我们浙江省都是盛产 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以市场为导向 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 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 从资源小省到工业大省 出口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2018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62万亿人民币 增长7.1% 实现进出口总额2.85万亿 增长11.4%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生产总值4.32万亿人民币 增长6.6%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主要的经济指标均保持在合理区间 浙江的发展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数字经济发达 2018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2.33万亿人民币 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1.5% 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2.52% 杭州宁波两市中高端人才的净流入率 分别达到13.6%和8.5% 分裂全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每年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是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致命平台 二是民营经济活跃 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 65%的生产总值 75%的税收 80%的出口和90%的就业 全省每9个人就有一个市场主体 每26个人就会有一家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的500强里面 浙江有92家公司上榜 居全国第一位 三是对外开放的水平高 浙江拥有全球散货第一大港 以及集装箱第三大港 宁波周山港 2018年全省出口额达到3200亿美元 占全国12.9% 今年的前三季度 浙江省出口增长7.5% 占全国13.5% 四是生态环境优美 浙江市习近平主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的率先实践地 素有诗化浙江的美誉 正在建设全省域美丽大花园 浙江省千万工程 千层示范 万层整治的工程 融合2018年 联合国地球卫视讲 各位来宾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着大变局 但不管怎么样变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宗旨不会变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 发达 创新动能强劲 对外开放包容 生态环境优美 历史文化厚重 是一片充满生机 充满活力的创业创新的热度 去年浙江省隆重召开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开放大会 部署了开放发展的十大举措 下一阶段 浙江对外开放工作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 对外开放的领域和层次也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我们将继续最多跑一次改革为营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开放平台的能及 为广大华侨 华人朋友和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我们热烈欢迎各位嘉宾来浙江投资新业 共谋发展 最后要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来宾在浙江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朱松九副省长 下面请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席谢宣永阁下致词 大家欢迎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阁下 中国冒出会副省长张胜峰先生 马来西亚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生 浙江省副省长朱松九先生 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王和山先生 各位中外来宾 大家尚好 感谢大家丽临今天的活动 使今天的论坛坐无虚席 今天我们隆重地举办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这是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首次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次盛大的论坛 在此我真心诚意的感谢大家给我鼎力的支持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们才能以世界最顶尖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BIT 浙江省政府共同主办 并由中国国际商会CCOIC组织 承办这重大的盛会 各位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自愿景实现共同发展愿景 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目的是打造一个全球华人讨论的平台 我们邀请了行业的领袖、地区、专家、学者 来讨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等议题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涉及着广泛的主题 所有关于未来科技技术、商业诚信 一带一路、全球贸易的未来 媒体的运作、5G和中国、东盟伙伴关系的主题 都将会大幅度地塑造亚洲的地区 日常生活和共同未来 我们必须共同探讨的前进的道路 共同学手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各位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将会折重于未来前战性的战略 全球各区域的战略方面的讨论 在此 我们以这一天来纪念 中国迅速速起崛起 并为我们的下一代立个好榜样 我希望今天的论坛将继续为商业机会敞开大门 以年轻的一代一起开启创新之门 向他们灌输诚信原则 是中华人民长久以来一直坚守的原则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标题体现了这一切 要维持世界为一个全球社区 我们必须分享繁荣 加强同胞们之间共同的联系 更要保持互相促进的状态 才能取得胜利 各位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创已2009年 我诚恳地告诉大家 这十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深信只有我们这一代创造良好健康的环境 我们才能塑造下一代将现在的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 塑造成未来的领袖 各位 各位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是由一般年轻人所带领的组织 在平台上 以长辈们共同学手 创造一个智慧创新的未来 以取尽最佳成果 我们的意愿不只是要解决燃眉之己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在重塑全球商业前途中 高度先进科技背景之下 将任何形式 可能性 无论是商业 投资 机会 还是跨国文化 机会都把它联系起来 接着我仅代表 国际战略研究院 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PIT 愿今天的交流顺利地举行 我也希望大家从中能续取广泛的知识和经验 因为知识经济是我们获得最大的财富的基本条件 各位 此论坛来自28个国家及地区 各界代表到此参与其胜 使杭州万山云集高棚满座 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这证明了今天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带给各界人士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大展宏图 另外 我也感到很荣幸 能够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阁下 出席第11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并在开幕于是致辞 同时 本人表示 对梁振英阁下的鼎励支持 以万二分的谢意 今晚的晚宴我们以珍羞美味 邀请大家准时出席 现在请允许本人简单的介绍自己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 今年38岁 祖先来自中国 父亲来自广东 曾城 母亲来自中国广东 解养 由此可见 我来到此地出席第11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可说是倍感亲切 最后 我再次地感谢所有的助席者 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由你们的配合和合作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才能顺利地成功举行 谢谢 谢谢 谢谢谢宣云主席 下面请马来西亚卫生部副部长 李文才阁下致辞 大家欢迎 请马来西亚卫生部副部长 共和产研论论坛 Mr Giatuan Yung Chairman of World Chinese Economic Forum and also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 Ladies and gentlemen Can we live in? Good morning, everyone and I'm honored and privileged I was made to be the co-chairman of this 11th World Chinese Economic Forum here in Hangzhou with the team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for a better world I was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World Chinese Economic Forum since 2009 And this yearly meeting has brought together China and Chinese diaspora from 28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along the Bell Road Initiative Nations to address issues on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based on shared prosperity This initiative began right after the global economy was rattled by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provided the much needed shop absorber supported global growth It i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growth for the world economy In fact, since then, China has become the number one contributo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ast 6 years, from 2013 to 2018 The average annual contribution from China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as a staggering 28.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great ancient city of Hang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dated back 8,000 years It is situated right at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world's oldest and longest man-made artificial river The Grand Canal The construction of Sui Tang Grand Canal which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oday's Grand Canal by Emperor Sui Tang Ti 1400 years ago was the main impetus which leapfrogged the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as a cosmopolitan city The Grand Canal Waterway which connects Yellow River in the north and Yangtze River in the south allowed transportation of rice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south to the capital and military centers of the north It makes Hangzhou a major transportation hub This illustrated our ancestors' wisdom On the importance of connectivity in fostering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Connectivity improves efficiency by lowering barriers to trade And link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to demand It foster growth It brings development And it creates wealth in areas and communities where it serves In this new era of connected world Hurdles to trade and connectivity go beyond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rade barriers may include tariffs,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barriers It is with all this in mind that we have this World Chinese Economic Forum To piggyback on the Bell Road Initiative And our shared cultural values And common ancestral ori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ise of populist nationalism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Is reaching a tipping point which if unrivaled will threaten growth especially in the newly emerging economies We should stand connected And united to uphold multilateralism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Whi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is serves to constrain opportunistic and predatory behaviour By superpower states To maintain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egemonies We should uphold broader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country, Malaysia Malaysia has a population close to 33 million Just slightly over half of Zhejiang We have a multilingual,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background As I am standing here today I speak Mandarin I speak Chinese I speak Hokkien or Fujian And I speak Malay My national language And certainly I am speaking English now We are a high income nation With per capital GDP of US$11,264 Our external trade was US$450 billion in 2018 And we are the 19th largest export economy in the world Despite our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Malaysia has come a long way In foster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erms of ease of doing business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report Ranked Malaysia in 12th place position Among 190 economies worldwide Malaysia is also a well connected and open economy And the 2019 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report Which measures international flow of trade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people Ranked Malaysia at 12th out of 169 countries for trade connectivity Our geographical location Our ports, our highways, railways and airports Position us as a prime location As gateway to 650 million population of ASEAN Our multilingual,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background Also enhanced our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facilitated our trade with ASEAN a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pan,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does Malaysia serve as a gateway to ASEAN But in fac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Malaysia would be an ideal hub for you If we wish to trade with 1.9 billion Muslim population around the globe Who command an estimated 2.3 trillion US dollar in annual spending Malaysia has established a standard And also certification for halal products So our halal products are most sought after by the Muslim community We have 1,600 local companies Exporting products with HALA certific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xt year will be an important year for Malaysia As we will hos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2020 Summit We also have enlisted 2020 as Visit Malaysia Year with the team Malaysia Truly Asia We will showcase our ric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ur beautiful natural resources With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welcome our international guests and touri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Malaysia and China had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45 years ago in 1974 We shared many things in common Since 1974 China's per capita income Has multiplied almost 100 times To become a high middle income nation Over the same period Malaysia's per capita income Grew 30 times To where it is today As a high middle income nation Of over US$11,000 In China There is a famous saying about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I.e. within the four Cs We are all brothers We are all brothers 四海之内 Jie兄弟耶 In Malaysia We also have another phrase which said We are brothers In our national language Gitter, Abang, Ade We also have another famous phrase Which is We all are in a family Of women Dou shi yijia ren Friendship is key in business Over the years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as strengthened And this happened not just between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But also between business to business And between people to people Bili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as reached 100 billion US dollars annually And China has remained Malay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10 consecutive years Which account for more than 20% of the trade volume of Malaysia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in Malays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more than quadrupled over the past 5 years Been the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industry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Tourist arrivals from China to Malaysia rose almost 30% year on year To 2.9 million in 2018 According to data from Malaysia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t arrivals from China Rank number 3 After those of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The Bell Road Initiative has thus far brought further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and Malaysia to broaden and deepen our cooper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Dr. Francis Fukuyama A senior fellow and professor at St. Louis Freeman's Populis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press his concern about the rise of populist nationalism recently Even though I have great reservations I'm sure many of you share the same About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espoused in the book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n 1992 I couldn't agree more with his worry about populist nationalism He sai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Future of Politics About Populist Nationalism He said The last time this happened in 1930s The Great Depression has deepened and prolonged by punitive tariffs And competitive devaluations While Europe eventually plunged into world war Even though Dr. Francis Fukuyama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advanced economies Could mitigate some of the underlying drivers of populism However we should not leave our futures in the hands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of the rich nations We should reject bullying in the names of nationalist populism Reject unilateralism and reject protectionism We should however continue to stay 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When walls and barriers are erected We should build bridges and we demolish barriers We collaborate and not resist We foster cooperation and not confrontation We make friends and not enemies Connectivity is key A well-connected world or community At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levels With minimal tariff Will ensure mutual benefit and share prospe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s need not be a zero-sum game We can create wealth through cooperation Even though we cannot make money without taking away from someone else Wealth is created when we add value in each other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ealth can be created without impoverishing others Let us work togeth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In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For a better world 最後 讓我們一起實現共同發展的願景 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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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閣下 發表主旨演講 嘗席梁振良 Frank Glassatti 江掌聲風副匯長 江掌聲風後 志劉 help 台台副部长 谢全勇主席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相聚在杭州 出席第十一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台 对海外朋友来到中国 我表示欢迎 今天的中国是更开放 更市场化的中国 中国刚刚迎来了建国七十周年大庆 过去十几年来 中国的成就非常丰富 多样 除了可观的GDP增长数据以外 我想提一下人与人之间比交往的开放 2018年 中国大陆有七千一百二十万人 到外国旅游 是总人口的5% 同年有66万人 中国大陆学生 在海外学习 建设数字的含义 当然不仅仅是旅游和教育 同时自1963年以来 中国外派医疗队为71个国家的 2.81患者提供了治疗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也是各地人民改善生活的依靠 二战之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得成就 主要是国际开放和合作的成果 世界各国各界别和各阶层人民 基本上都分享了开放合作的红利 各行各业有了新的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社会和经济发展也有了新动力 当前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了 新一轮一体化的重要阶段 主要是朝着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迈进 全球一体化建策要求克里 各国已知 区域之间的发展协调 分工合理 共能互补格局 降低或取消流通壁垒 优化协同创新环境 集聚创新要素 提升新兴技术原创和研究成果转化能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数字经济 金融等天台服务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 企业是主体 因此除了要有政府的基层和配套政策以外 核心条件是各地企业的积极投入和项目合作 企业在经济发展功能有三个层面 一是向当地政府繁衍 企业对政策措施的诉求 也是B2G的层面 二是与各地不同产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 相互创造和掌握市场机会 也是B2B的层面 三是各地对企业并传出海 共同开拓第三个市场或投资机会 这是B加B的成员 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 对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是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打击欲 各地华商企业都可以用好各自的独特优势 发挥好企业的作用 努力掌握中国深化改革开放 带来商机的同时 更可以探索新的合作方面和新的合作方式 在中国依长所长 也可以和中国企业合作 拓展在第三国的际遇 海外华商和中国企业合作 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 一是统筹利用全球资源 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 优化 跨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构建国际化 开放型区域体系 不断提高效果 加快形成以开放合作为 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在这个全球经济体化的年代 世界各地的大小企业都要走出去 寻求新的市场 新的供应商和新的投资机会 这也是高度分工的年代 世界各地华商长期以来 在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 有广泛和密切的国际联系 熟悉各地的各地和经营相关的制度 法规政策和规则 往往是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超级联系 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时候 可以提供当地关系和经验和中国企业并传出海 组织有竞争力的团队 在高度复杂和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打拼 二是在加深合作的同时 也可以探索新的合作方向和新的合作方式 扩大合作领域 国际合作是多元化的合作 因此我们必须拖宽视野 在传统的合作以外 考虑新的和更多元更全面的合作范畴 在这个中国企业不断开阔自主 创新产品的年代 海外华商可以利用长期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 以及广泛的国际联系 灵活的应对能力 且就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产品 开拓外销市场 三次要做好各地多层面的业务沟通和对接工作 进行政府和企业层面的推荐 说明对接工作 同时也要鼓励和组织 其他民间机构之间的业务对接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有不少回馈社会的工作 需要做 可以做 值得做 我相信海外各地的华商都可以调动力量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利用关系 也不仅是市场和雇佣员工的关系 企业对社会 含有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翻起来赚到利润 需要考虑如何回馈员工 如何保护和回馈地球环境 换句话说 世界各地的大中小企业家的责任 不仅是对股东的责任 不是只讲股东价值 同时要讲社会价值和履行社会责任 无论是大中小企业 不能只是关顾一个P 英语是profit利润 同时还能关注其他两个P 一个是planet 星球 也就是我们的地球环境 另外一个也要关注的P 就是people 就是员工 顾客 或者社会上因为企业行为 受到影响的人 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 在世界各国现金国家 与企业当中有了新的发展 现在更多讲的是ESG 也就是environment 环境 social 关注社会 和governance 企业管制 今年世界各地 涌现大批的B型企业 意思是讲benefit 效益 不是只讲 shareholder value 和股东的利益 一代路倡议提出 共商 共建 共享 合作关系 共享的概念可以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享 也可以是企业和当地人民的共享 在原道主义医疗研究方面 一年半前 一代路国家合作 国家合作向中心在柬埔寨的放战场为当地民众开展了白内障自防手术 这个行动与别不同的是 以在当地完全消除白内障自防现场为工作目标 而不仅是坐两三星期就离开 而医疗队由广西自治区轮换派遣 19个月坚持下来 广西的帅批医疗队已经为超过6000名 柬埔寨当下城的白内障治疗门病人 完成浮明手术 估计到了下星期就会完成 全面消除白内障治疗目标 这个白内障治疗消除计划 让当地政府和民众体会到 中国企业和人民共享的精神 为两国关系与全面发展 提供多一个有力的支撑 也为中国企业界在当地打造更好的形象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协同合作 共赢发展 互惠共享 是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向 也是世界发展的主流 我们要全方位的把握好机遇 促进跨地域的政府和企业 企业和企业 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 相信各位在论坛上的交流和相互启发 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开放 共赢合作和高级量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在此我祝愿论台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梁振英副主席 女士们 先生们 刚才各位嘉宾对华人更好的参与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勾画了未来美好的前景 梁振英副主席 勉励大家统筹利用全球资源 探索合作新方向和新方式 积极开展业务沟通和对接 履行企业受责任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开放 合作共赢和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我们感到深受服务 稍后 与会代表还将就 共建一带一路 粮食安全 5G与高科技 数字技术应用等热点议题 展开研讨 深入交流 我们期待各位与会嘉宾 代表借此机会 开展更为广泛的交流 取得务实合作的成果 开幕式到此结束 请大家继续参加会议的其他环节 谢谢大家 请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梁振英主席 及各位嘉宾的出席 Please give warm applause to thanks for Mr.梁振英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is event 到此开幕式圆满结束 hereby marks the end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最后一首ここ 市场正好 cone 中文字幕志愿者